乌克兰精锐部队又要搞破坏 2019年6月6日 亲俄罗斯民兵组织表示乌克兰特种精锐部队 正在准备破坏与俄罗斯边境附近的主要连接大桥 6月6日 亲俄民兵武装分子证实了有关在乌克兰军队计划使用大规模空降散兵 在俄罗斯边境地区作战的信息 并且乌克兰正在向前线机场部署大量的散兵部队 俄罗斯方面报道了乌克兰散兵在卢干斯克地区 SK地区Krasnijalavche和Dorodist定居点的 区进行可疑活动 根据乌克兰军队的说法 乌克兰散兵在卢干斯克这些定居点 公路桥梁下穿过德尔库尔河 乌克兰散兵秘密穿越的这些地区 是卢干斯克地区民兵武装部队的后方 与俄罗斯联邦接壤 乌克兰先是派出部分散兵通过空降至 卢干斯克民兵的后方 侦察德尔库尔河桥梁的情况 然后得到结果后 乌克兰散兵紧急后撤 由于乌克兰派出了最为精锐的散兵部队特种侦察班 整个行动并没有遭到俄罗斯军队和亲俄民兵的攻击 但卢干斯克民兵组织还是发现了乌克兰军队秘密进入到卢干斯克地区 6月6日 卢干斯克武装组织表示卢汉斯克武装组织的安全部 通过行动检查发现 有乌克兰散兵部队成员秘密侦察了德尔库尔河大桥 但由于卢干斯克武装及时发现 并增加了大桥周边安保力量 卢干斯克武装表示通过德尔库尔河大桥 驶往卢干斯克地区汽车十分安全 德尔库尔河大桥也十分安全 对此 卢干斯克亲俄民兵武装表示已经收到秘密报告 显示多尔欧迪和克拉斯尼亿沙的地区的德尔库 尔河大桥 是被乌克兰武装部队的第25空降旅特种小分队负责侦查 并准备进行破坏 但被卢干斯克民兵及时发现和阻止 卢干斯克民兵命令这支特种部队在一个小时撤退 要不马上就要打击 随后乌克兰散兵及时撤出 乌克兰散兵的行动还把对岸的俄军惊吓到 俄罗斯马上大军集合在德尔库尔河对岸 严防乌克兰散兵下部动作 目前卢干斯克民兵正在不断加强战斗人员对库尔河大桥保护 此外 卢干斯克民兵提醒乌克兰军方破坏民用基础设施是战争罪 并呼吁乌克兰军方不要执行乌克兰军方开火的命令 德尔库尔河大桥是俄罗斯本土连接卢干斯克战区最为重要的不计通道 俄罗斯军队援助武器 后勤物资都是通过这座大桥运抵卢干斯克地区的运导战区的 在内战的五年中 乌克兰军队一直希望炸毁这座大桥 但由于指挥不力 根本没有机会靠近 而这一次乌克兰散兵已经进入德尔库尔河附近 但没有炸桥 主要原因俄罗斯方面认为是乌克兰正在继续策划一次强大的清场行动 在乌克兰新总统和俄罗斯没有达成停火协议之前 将清俄民全部兵全部撵出卢干斯克 相比顿巴斯地区民兵武装 卢干斯克民兵占据的地方较小 乌克兰军队很好下手 并且出动先出动乌克兰第25空降旅 在卢干斯克民兵后方大规模空降 俄罗斯方面表示 现在来看 乌克兰军方的做法和乌克兰总统要求停火的内容是背道而驰的 俄罗斯方面认为 乌克兰现在考验普京敢不敢打 如果打了 乌克兰就会指责俄罗斯破坏和平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